南洋平原 南洋平原是台灣重要的谷創之一 雪山山脈的純正水源 是名譽世界的珍貴寶藏 造就了宜蘭豐富的物產 其中有項產品佔了全台灣總產量的80%以上 而沿山鄉憑著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豐沛的水資源 成為了最適合養殖的生產基地 你看這個龍這麼大 今年一定是大豐收 我們都只剩大了 所以我們要這麼大隻 都這麼大隻 嘩嘩嘩 這麼多 什麼魚 不會有怪味 還很香 今天這是香魚 日本是鴨魚 台灣的鴨魚是鴨魚 這鴨魚是比較少鴨魚 所以我這裡用雪山山脈的水 水分比較冷 這鴨魚在台灣是宜蘭的地方最適合 不然在台灣宜蘭也很少鴨的生產量 自我鴨魚差不多20年了 從第五年開始學習 現在差不多 技術也很少鴨魚 很少鴨魚 很少鴨魚 本來在台灣周圍的溪流都看得到鴨魚 但環境受到破壞 在民國56年的時候已經滅絕了 現在的鴨魚全部都是人工養殖 養殖技術大約是30多年前在日本引入 智烈大哥是玄山在地人 鴨魚都有20多年了 他的經驗非常豐富 這個堂仔的鴨魚已經養了五個月 現在到了修成的時候 你給他看看 這個鴨魚摺摺跳 超有活力 鴨魚都這裡吃了 鴨魚現在在鴨魚 那鴨魚大約是一個鴨魚 有那個小義西瓜那個香螈 所以講的我們這裡都給他好相遇 鴨魚有幾個鴨魚 鴨魚有幾個鴨魚 鴨魚生長到四個五個月 剛才看到的鴨魚 看到它的鴨魚太大了 鴨魚是這麼大隻 那四歲就出去了 鴨魚1、5次10天 鴨魚大了 看媒體在這個尺寸 這個香魚的生命周期接一年 所以都叫年魚 香魚一撈上來就要馬上冰鎮 然後送到分級包裝廠 保持最高的鮮度 台灣的香魚曾經屬於最高級的食材 是日本人的最愛 不過你未必知道台灣的媽媽 婆婆更加喜歡煮香魚 因為香魚的料理方式 既方便又快捷 有煮一隻五千多的處理方式 煎的話 不用怕難 不用太多 直接放些油就好 不要夾鍋 這樣煎到時間 用得比較久 就煎到吃就好 煎魚這樣煎起來 大概像這個食 就差不多吃了 這個香魚如果煎的時候 除了要記得印乾魚身 火不要太大之外 就真的不需要什麼技巧 難怪智烈大哥 對香魚讚不絕口 難怪的 香魚的營養價值高 肉質細緻 淡雅清爽 不管配什麼煮法 都是非常適合的 加上清晨暴撈 產地直鬆 台灣香魚的美味 你第一時間就可以品嘗得到 魚子著手 月子辣長 在頭的那種 牠把它丟出來 整香就沒牠了 有的人 怕牠的人 怕牠的人 這樣就 清理清理 很方便吃 肉質非常頂 那牠的背部是氧面 有一個透明的那個 脂肪的東西 那個是不飽了的脂肪酸 那是對人體 血管上好的一個食品 這杯香魚的煮湯 也一樣最快的 不用太多 但是要怕燃 你怕燃料才直接下去 煮湯 你給我放一個薑絲就好 放少許鹽 整個香魚的味道 都可以吃出來 我們薩麥魚就在煮完了 這杯魚一樣用薩麥魚處理 把魚骨捏掉才拿出肉來煮 口感會更好 最簡單的 要用蔥 煮湯 或是用鹽 味道 通通可以 這杯魚本身肉質很好 都沒有味道 所以燃料理也可以 芝利大哥都快七十歲了 說到香魚仍然是興之勃勃 因為他知道這條生活在雪山山脈那些凍冰冰的純正溪水裡 帶有淡雅氣味的香魚 是非常之珍貴 由養殖到布朗到分級包裝 都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 將這種營養豐富兼適合任何烹調方式的世界級食材 讓大家好好品嘗 這就是芝利大哥最大的願望 宜蘭是台灣東部第一縣 早年往來的運輸 都是靠著山勢收足的北移公路 但是自從雪碎開通了之後 這條北移公路漸漸被人遺忘了 但是這裡曾經有一個非常好味 令人山長水遠都要來找 人稱將軍茶葉彈的名物 我們叫將軍茶葉彈 在民國大概四五十年代 我們就在北移公路九萬十八軌的制高點 以前要去台北人來北往的人 畢竟之路就是北移公路 經過我們家一定買我們的茶葉彈 那以前我爸爸拿四位公路級的道工 做這個九萬十八軌 這樣子一直做做做到最高頂 他發現它上面很漂亮 所以後來他就在那邊住下來了 住下來因為要填飽肚子吧 所以就選擇做茶葉彈 沒想到說四五十年代一賣 就賣了兩三代賣到現在賣了五十幾年 所以因為他有一個很龜毛的要求 就是叫人家一定要吃 你沒有吃他不讓你外帶 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將軍 後來大家給我們請您叫將軍茶葉彈 原來這個將軍茶葉彈 已經由山頂搬到山下了 淑華姐的爸爸怕這個彈太熱 如果是一邊開車一邊吃的話 就會很危險 所以都會提醒大家 不過這個不是只是一顆彈而已嗎 淑華姐這麼好吃的方法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嗎 那人家說這個茶葉彈有裂痕才會入味 那我本來這個彈都要敲 一個彈要敲四下 那這個是敲彈機 是我自己設計的這樣 我一開始設計很多種樣式 都不會成功到後來 經過十年的時間 也設計了三台 因為我之前住在北公路的九彎十八拐 然後最後才設計成這一台 像九彎十八拐的溫度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子敲敲敲的 雞蛋的香氣大大提升 但是看這個煮蛋的機器這麼現代 裝滿滿一籠一籠的雞蛋 這樣煮出來色澤就沒有那麼深 那雞蛋不會坦而無味嗎 我們的彩葉蛋是算白蘆式的 我們不會很黑 所以我們是不加醬油的 從開始製作到蘆好 要賣的時候一定要三天 以前我們在北公路的時候 爸爸煮這個蛋非常辛苦 因為還剛開始不曉得這個蛋分好壞 然後一開始我們在煮的時候 都要淘汰很多 到後來就知道說 怎樣的雞蛋才可以 滷出一顆好的茶葉蛋這樣子 從外觀看 我們這個茶葉蛋它的外殼 你看它的外殼比較均勻 它滷起來顏色也比較均勻 這樣子它屬於它的蓋子垢 像這個蛋品質如果好的話 那一撥起來像我們有敲 它會有裂痕 然後它就會這樣有裂痕 人家說人生像彩蛋有裂痕才入味 就這樣有裂痕它就會入味會好吃 蛋要有裂縫香氣才可以進去 這個是最重要的細節 淑華姐嚴選台灣賣雞蛋商來合作 品質當然就有保證了 蛋要先用包種茶去煮 讓蛋殼由白色轉為黃色 接著就用中藥材來煮三天 這個過程相當繁複 所以這個將軍茶葉蛋才會這麼吸引 在外面的茶葉蛋吃起來 可能它就是一個乳包的味道 我們中藥蛋的特色就是一個辣 因為我爸爸是貴州人 他很愛吃辣 所以他都放個辣椒 吃起來它會辣辣的 然後看它這個蛋白它會脆脆的 就表示椒鹽蛋白有夠 感覺蛋的品質有好 蛋黃你看它是很濕潤的 它有一股淡淡的那種辣椒香 辣椒香味這樣子 我們的湯叫八仙湯 這全台灣只有我們家在賣而已 我們的湯最主要是豬肉 蓮子 花生 桂圓 香菇等等 下去熬煮八個小時 所以叫八仙湯 湯喝起來它是辣辣的 因為最主要它是用大骨頭 還有老薑 然後去熬 慢慢的熬 熬這個湯頭這樣子 所以我們喝起來會辣辣的 好多人都問我爸爸有沒有留下很多金銀財寶給我 我說沒有 爸爸就是留了一個很珍貴的茶葉蛋 還有這一碗很珍貴的八仙湯 讓我繼續這樣傳承下去 這個將軍茶葉蛋有獨特的口感 也都有香辣的風味 將軍八仙湯香味濃郁 湯底清爽 料多又好吃 淑華姐用現代科技 將家傳將軍茶葉蛋的好味道堅持下去 因為他知道 即使是雪山隧道代替了北移公路 但是將軍茶葉蛋是無可替代的 台灣的海岸線 總長大約是1100公里 黑潮順處台灣東部北上 造就了台灣東部餘業資源豐富 其中宜蘭頭城 是東北貴風的迎風面 每逢到了秋冬季節 這裡的魚都相當肥美 聽說在頭城有位廚師 他做的海產料理很厲害 他的店鋪在外澳車站附近 一間白色的樓房裡 這間是民宿嗎 我們居家就是因為是在海邊 所以我們就是喜歡那種藍天白雲 就是讓大家進來 就是有那種連結海邊的那種放鬆的感覺 然後我們坐落的地方 就是剛好在那個 對就是烏斯港那邊連結過來的海岸線 對然後就是剛好是正對 龜山島的側邊 再來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龜山島的側面 其實居家就是像名字一樣 就是希望說大家來就是不要居宿 就是當自己家一樣 那無居無宿 然後也可以享受那種家庭的料理 對然後就是我們去漁港 就是出海 然後看什麼收回來什麼漁破 然後等一下那個晚餐就會直接 直接準備這樣 就是有那種媽媽的味道 這間居家海岸休閒民宿 是老闆娘慧琦姐和老闆阿貴哥 在十一年前開始經營的 吸引了很多想要來放鬆一下的客人 所以慧琦姐就開始提供了晚餐 給客人享用 看來這位烹調海鮮這麼厲害的廚師 就在這裏了 聽說桂大哥剛剛捉完魚 要回漁港 嗯…等我們看看今天捉到什麼好魚 這根幫魚鮮 這根幫魚鮮 就在這裡 在北邊 沒有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說我都來這裡 脫海 我們追加民宿 今天暗中就是 捏到什麼魚就吃什麼魚 因為捏到的魚就是 這是超級的啦 現在這個時候就最好吃的時候 因為現在剛才十八天 在走的時候 這個魚都比較有肉 比較油 這比木魚 這就長小了 有一個幾隻都很好吃的魚 這魚就很難吃 那些魚就很難吃 那些魚就成為飼育 飼育 飼育也是差不多附近飼育 但是飼育是比較沒法吃的 因為飼育是在八百多年 那些年代 都比較有事 那些魚就比較有事 釘訪魚港 是投城地區 相當有歷史的小魚港 靠著黑朝豐富的魚葉資源 這裡的漁民 以簡單的方式暴撓 維持著人類和海洋的共有 貴哥每天都會跟著爸爸出海捕魚 將最新鮮的魚鑊和民宿的客人分享 看來我們可以一嘗那位大廚的好手藝 煮一隻魚鑊來處理 我的經驗沒有了 但是我來煮一隻看看 一看好吃的牌子就有了 我們這裡的冷協都很喜歡吃我們的料理 因為這裡就是我們的特色 很灰燙 酥鹽都很煎 蝦肉吃的時候煎一隻就好了 腰要用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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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要用比較好吃 現在在腰部調時抹 做措施 和客廳還煎一隻 做粗糙的胖子 原來貴哥就是那位傳說之中 烹調海鮮最厲害的師傅 不說不知 貴哥曾經經營海產店 所以廚房裡的大小事項 他都很熟悉 加上對各種魚類的肉質 都有研究 這個即撈即食的好吃菜 去到他手上來處理了 絕對是非常好吃 配上鴨掌和章魚小菜來吃 簡直就是無敵海景大餐 不說了 吃吧 各位 我這裡大的人都大有鄉市 就是這裡的菜 蒸魚用這個 蒸起來 你的肉比較好吃 這如果有很多 用蒸也很好吃 因為蒸魚有分很多種 過年前後 我們這裡的蒸魚就很友善 很好吃 我們這裡都叫蒸魚 有的人說做鴨掌魚 他這有的人也拿去做三十分 但是我們這裡的人就沒有這樣做 他看這個蒸、煎都很好吃 他很友善 他這肉最友善 不是看魚 湯是秋菇 秋菇的肉比較酸 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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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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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菇是煮湯 秋菇煮湯比較好吃 有人說煎和煮湯很好吃 但是這種魚 在我時候也是怎麼煮的好吃 其實這些食材 就是反正當天有什麼 我們就吃什麼 大家接受度都還蠻好的 然後來到這邊 就可以等於是 真正的把時間 都留在這邊 什麼是富有 我想就不是錢的多少 而是你願意分享多少 貴哥和慧琦姐 用投誠專屬的美景 舒緩遊客緊張的心靈 將當地新鮮的魚貨 製成菜餚 讓住客吃得到 具有自然風味的晚餐 這麼特別的無敵海景大餐 只有這間海岸休閒民宿才能吃得到 投誠鎮是宜蘭最早開發的地方 奔海公路和東部鐵路經過頭城市區 令到頭城火車站 成為當地孩童愛出球殼 向你出外打工的起點 在這個車站前面 有一樣當地人最喜歡的美食 聽到炸野的聲音 還有這種香氣 沒錯 這個就是頭城車站前面的 阿公炸彈蔥油餅 聽說只是要幾元 就可以買到一份炸彈蔥油餅 店主曼吉阿公 從來都不用賣廣告 我才34年 在這裏來都不賣廣告 但在這裏來都不賣廣告 但在這裏來都不賣廣告 在這裏來都不賣廣告 這裏來都不賣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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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幾年流行起 煎過麵皮然後加粒蛋的食法 但三十多年前 是萬吉阿公在頭城火車站前 開創這個潮流 直到五年之前 阿仔文遂接手經營 阿公炸彈蔥油餅 繼續在頭城火車站前飄香 這個蛋餅為何會這麼受歡迎呢? 在這個車台上 除了煎台就是醬料 難道還有其他特別之處嗎? 麵團的特色 每一天大概六點多 到九點準備麵團 因為那個時候 溫度不會悶熱 讓麵團自然的發酵 麵團用好以後 就直接拿出即時輪動 將那個水氣逼出來 要趕給它平滑 而且要盡量圓 將炸起來才會漂亮 才會蓬鬆 仔細看 這個麵團充分展現出彈力 難怪阿民睡哥必須要每朝六點 就要開始準備當日做蛋餅的麵團 這樣在頭城火車站前面 現場製作的蛋餅才會好吃 不過這個麵團壓出來之後非常薄 我看這鍋油的溫度很高 炸下去很容易就焦了 所以放下去的時間一定要很準確 就是等油溫有冒煙的時候 再把它蛋餅放下去 蛋餅放下去 蛋餅放下去大家要注意看喔 它已經開始要冒泡了喔 那個溫度是平時經驗去抓的 因為太高的話你會焦掉 不夠的話會油油的 冒泡以後翻面以後 再等一下蛋打下去也要攪散 才能夠充分連合三星窗 看起來才會比較漂亮 炸起來才會蓬鬆 這個阿公炸蛋蔥油餅 不單是麵團用最高級的 連蔥都是用全台灣最出名的三星蔥 用三星蔥細緻的香氣 加上煎蛋和蛋餅皮 組合起來的香氣非常迷人 但是阿文瑞哥你的蛋餅一煎好 就將它放在一邊 難道你最厲害的秘密武器 現在才拿出來嗎 我們的蛋餅要好吃 第一次要加 這是我們最好的醬油 不會很鹹 再來就是我們特製的大辣醬 非常辣 喜歡辣就加多一點 喜歡不辣就加少一點 再來我老爸親自熬煮的甜辣醬 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外面吃不到 客人也可以自己DIY 自己口味自己調 就變成我們好吃的 自己DIY的炸蛋蔥油餅 這個蛋餅剛剛煎好 就可以點醬加料 要多鹹 要大辣還是小辣 都可以自己調配 又或者跟阿公或者阿嫂說 他們都會照客人的要求 來塗醬料包蛋餅 台灣小食就是可以禁度新訂做 這個也是阿公炸蛋蔥油餅 會受到大家喜歡的原因 這個頭層炸蛋餅吃起來外酥內軟 因為每天都是現炸的 所以它口感一定都是外面酥酥的 但口感我們蔥油餅的話 我們可以有用沒有熟的 也可以用有熟的 我們正常都七八分熟而已 所以吃起來裡面還有一點濕嫩的感覺 可是又不會太乾 又可以吃得到餅皮又有蛋又有蔥的味道 我的那個三種醬料我都各加了一匙 然後抹均勻這樣 然後吃起來就有鹹鹹又甜甜又有點大的味道 感覺就還蠻好吃的 它只有一個加蛋加蔥35塊 然後看這麼大一個 對 所以又可以止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美食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一些東西好吃 不管多遠都會令人掛念 投誠阿公炸蛋蔥油餅 三十多年來摒持著即叫即做的宗旨 和新鮮美味易入口的原汁 給不同時代的客人都可以享用這種簡單的台灣美食 換個角度來看 正正是因為有這個炸蛋蔥油餅 投誠就有了令人感到幸福的事